记者邱浩唐台南报道,台湾于2009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告,有十个原住民与濒临消失,激发原住民复赠文化的决心。 原住民族委员会更于2013年推动陈进士族与教学幼儿园计划,原民会副主委伊万纳威强调,未来会朝建立原住民族教育体制的方向努力。 原民会今日在台南表扬于此计划中表现既优的学校或个人。 原民会副主委伊万纳威表示,此计划从102学年度开始推动,如今有53座幼儿园加入行列,约有一千名原住民幼儿接受教学,成果相当丰硕,目前也在筹办族与脱婴中心,营造学习母语的生活环境, 希望未来还可舍制国中、高中及大学,完成原住民族教育体制。 伊万纳威表示,许多原住民孩子在主流教育中经常受到挫折,进而失去自信,毕竟所学与生活脱离,他也以自身的经验为例。 他小时候常听老师说过马路要走斑马线,红灯停绿灯行,但生活中却没有这些东西,或者端午节有粽子可以吃,而他也对这些挫折渐渐麻痹,长大后才开始思考祖先的历史或我是什么人。 因此,伊万纳威强调,学自己的语言和历史,会是建立孩子自信的关键。